今年只有43岁的陈胜聪 原本任职于劳工局的劳资关系科 今年是派任到平溪区公所担任区长 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不过他也感谢上一任的区长所打下的好基础 让他能够在区务推动上更加的顺利 而对平溪也有他的规划 新北市区长就任的第二天 就有一连串的拜访行程 走进平溪区公所 新任区长陈胜聪的办公室 就已经有里长来找他 聊的当然是里内的需求 一上任就先关心地方的声音 这次获得市长的重用 后来也派我到平溪区担任区长一职 真的是觉得非常任务重大 那未来四年的话原则上 我相信在之前检区长带领下 团队带领下 已经把平溪区的观光做得非常好 那透过跟市政府这边的合作 那市府这边也把平溪的天灯推到世界 后来变成是一个国际之名 甚至是全运推荐一生必有一次的景点 今年只有43岁的陈胜聪 原本任职于劳工局的劳资关系科 今年派令到平溪区公所担任区长 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不过他也感谢上一任区长所打下的好基础 让他能在区务推动上能更加顺利 而陈胜聪对于平溪也有他的规划 那首要任务当然就是先透过跟里长的合作 那以服务里民的优先 里民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大事情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去做起 那从这个基础的工程先做起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把区民区民里民区民的那个经济上 我们看可不可以再给区民更多的幸福感 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感 除了现有的观光已经有显著的成效之外 区长也会针对基层需求 确实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 并争取资源来协助让民众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介绍威 平溪 采访报道